接着上集说,到温哥华的第一顿晚餐呢,咱们就吃这只螃蟹了 这些店怎么去找呢?不是有那个地图吗?在上面就搜个海鲜,看看哪家店比较繁忙,这东西就是比较新鲜 北方的海鲜呢,它是属于冷水的,就跟我们山东差不多,所以呢,它的品质就是比洛杉矶要好 这个呢,三个人吃正好,做一个蒜蓉蒸的 这边呢,还有一种金沙的做法,就是咸淡黄炒的,这个洛杉矶是没有的 所以呢,你要过来这边的话呢,就是可以尝一尝,就是这种炒年糕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,之前呢,我发那个多伦多的视频的时候 里面也有这种做法,炒的是那个肉蟹和龙虾 这个呢,就是蟹糕跟各种海鲜的一个炒饭,就是比较管饱的那种 最后呢,还是没吃完,接下来呢,就是去买点水啊什么的 最好是这种小瓶的水,然后弄一箱 拿到旅馆呢,或者是路上都比较方便 路上呢,是非常漂亮的北方景色 关注我,接下来继续分享 大家好,这边也在 tehd下来你 优优独播中国人的自己的小小时